5月22日,云南大理杨毕县发生6.4级地震后,全县共设置集中安置点380个,集中安置及分散安置8万余人。 其中,杨毕县人和广场上搭起帐篷变成临时安置点,大家在这里的生活井然有序。 据人和广场安置点负责人介绍,该安置点共设有帐篷160顶,也有市民自发携带帐篷到此安置。 目前,一个帐篷最少住6人。 初步统计,该安置点共有超过1320名安置人员。 样毕抗震救灾前方指挥部已成立综合协调组、抢险救援组、群众生活保障组、医疗救治卫生防疫组、综合保通组等12个工作组。 抗震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大理州第二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正给市民做心理疏导。 一顶帐篷内,杨颂彪看着一双儿女写作业玩耍。 虽然素不相识的三家人要同住在一个帐篷内,但是大家的相处十分和谐。 自地震发生后,多批物资运往受灾地区,充足的安置帐篷满足了受灾民众的需求。 记者观察到,人和广场的群众生活紧然有序。